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壮 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九宫飞行中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字游戏 九宫中的顺飞与逆飞 那这个东西呢确实非常简单 知道的朋友可能会说太简单了 对 简单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一下 因为后台有很多的初学的朋友 他们并不知道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知识 也并不是打从梁胎出来就知道 一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的过程 我们都是成年人 不需要去嘲笑谁 也不需要有一些无谓的高傲 那除非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懵懂小孩 现在开始 我们要知道顺飞和逆飞之前呢 其实在之前的视频中我已经讲过 我们会有一个元旦盘 元旦盘呢是由这个洛书出来的 就是洛书 在九宫阁里面 我们的洛书一共是九个数字 叫做带九 头上带的是九 旅一 我用大写的 我用大写的 左三 右七 四二 为尖 八六 为足 那中间这个数呢 洛书中呢 是五和十 那这里呢 在这一个九宫飞行中 我们用到的就是只有这个五 好 这是元旦盘 也就是起始盘 最原始的盘 这个盘有什么作用 它决定了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飞行的 数字运行的宫位方向 我们这里有九个宫 其实每一个宫 它都有它所对应的宫的名称 这个宫的名称 它是跟后天八卦所对应 怎么对应的 咱们来看 那后天八卦 咱们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离 下面是坎 是不是 左边是正 右边是对 这里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左上角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东南方 这个是逊 右上角呢 这个也是方向 是西南方 这个是坤 这里呢 是前 这一个呢 是更 好 等一下 我说这一个 数字运行宫位的顺序的时候 我就用后天八卦来进行表示 顺飞是怎么飞 也就是这些宫位怎么来排的 还有中间就是中宫 就是中 怎么来排呢 我们是从中宫的五开始 五之后 我们按照阿拉伯数字的顺序 顺数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五六七八九 九之后 这里没有零了 没有后面的数 就是一 是不是 那就是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 又回到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的 五 那我们要找第二个数六 六是不是在这 那就是五 六 七呢 又到了这边 七 七之后 七就是八嘛 八之后就九 九呢 刚刚说了 九之后是一 一 又到二 一又到二 二到三 三到四 四到五 好 这个话的乱七八糟 其实我们按宫位来表示 元旦盘中 他就告诉我们 顺序应该是先从中宫开始 中宫 五之后是六 那其实就是中宫之后要到前宫 是不是 前宫六七呢 前宫之后要到对宫 因为 为什么我不用数字来表示 因为数字后面 我们在实际中都是会变的 不变的是宫位 那就中宫到前宫 前宫到对宫 七之后是八 那其实就到了哪里 到了更宫是吧 更宫之后呢 八之后是九 就到了尼宫 尼宫 九之后是一 又到了坎宫 坎之后呢 一之后是二 又到了坤宫 坤之后呢 二十三 又到了正宫 正之后呢 是不是到四 三十四 再到迅宫 又到了迅宫 迅宫之后 又回到中宫 所以所谓的顺妃 大家是 宫位的顺序 中到前到对到更到离到坎到坤到坤到正到逊 又到中 数字呢 按照阿拉伯数字来数 好 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举几个例子啊 因为刚刚说了 我们的数字啊 在我们的数字游戏中 我们这些数字都会变化的 比如说当中宫变成了七的时候 我们这里两个要做到 一个呢 知道中宫是西 那他后面所飞的宫呢 是按照刚刚这样的宫位的顺序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谓的顺飞 也就是数字 顺着数 所谓的逆飞 是数字 逆着数 好 咱们来 如果说是顺飞 那七之后是不是八呀 就是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 是吧 就一到九 九个数字啊 我们来看七之后是什么 七之后是八 那八应该放到哪 八 中宫之后是不是前宫 那这里就是八 八之后是九 前宫之后是对宫 这里是九 九之后呢 是一 就对宫之后呢 又是更宫 啊 这就变成了一 一之后呢 是二 那这个二放到哪 这里是更宫 更宫之后是离宫 是不是 离宫 所以二在离宫 二之后是三 三 离宫之后到砍宫 三之后是四 砍宫之后是坤宫 四 四之后是五 五 坤宫之后 坤宫之后 是正宫 五 五之后是六 正宫之后 是迅宫 这里是六 看 这就是顺飞 好 咱们来看一下 逆飞 逆飞 宫位的顺序 还是这么来的 只不过是 一到九 九个数字 立着数 就是这么简单 立着数 比如说我们中宫 随便来一个数 随便来一个数 我想一下 你们在想几啊 我想不到 我随便说 如果中宫是三 数字立着数 宫位还是顺着来 所以三呢 立着数 三后面是二 同样的中宫之后 是前宫 二之后 立着数 变成了一 那前宫之后 是对宫 那就一在这 对宫之后呢 对宫之后应该是 更宫 那天几 一之后 立着数 变成了九 更宫之后呢 是离宫 九之后呢 是八 因为是立着数的 是八 离宫之后呢 还是砍弓 砍弓呢 八后面呢 是七 立着数 那在六 五 四 好吧 我这里是举的例子 中宫可以 随便是一到九 任何数字 我们都是这样 有顺飞和逆飞 两种 好 当大家熟练之后 其实呢 其实呢 大家宫位也可以立着来 宫位也可以立着来 就大家熟练一段时间之后 掐一掐啊 把这个放到 左手的三根手指上面 排上 自己去掐 掐久了之后 你自然知道 其实立着数也可以 就是宫位立着来也可以 宫位立着来 数字立着来 其实就是顺飞 当宫位立着来 而数字顺着来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 是逆飞 好吧 都可以 但是呢 大家目前只要先把这一个 刚刚讲的顺飞和立飞 熟练 刚刚我讲的 宫位立着来 其实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大家掐多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知道 好 今天 介绍的东西非常简单 也希望大家能够 也希望我讲清楚了 能够能让大家掌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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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